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道 最适合夏天喝的上汤凉瓜皮 如果你这段时间有上火的迹象 马上就要做起来 这个绝对能下火 我们来挑选苦瓜的时候 像这种白白的 这些冷比较酥的就没那么苦 像这种轻一点的 那个冷比较密的就比较苦一点 就随个人喜好了 我就比较喜欢吃苦一点的 好 开始做 我们先把这个头尾去切掉先 再来清洗一下 好 放一边 这道菜就不用刀 用个削皮刀就可以了 就不用切下的刀 把这个皮外面那层削下来 这个菜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苦浸甘来 很好听一个名字 对 我们只要外面这一层清皮 对 我们只要外面这一层清皮 我们就靠这个降火了 好 这样我们就削好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泡一点中年人都需要的 泡枸杞 来一点姜片 切大一点吧 等一下要把它挑出来 要把它吃到香就不好吃了 好 我们再来一点金针菇 先把锅烧烧烧 再放油 然后再把这个姜片放下去 稍微煎一煎 香味出来 马上把这个金针菇放下去也炒一炒 让它有点香味 好 这个时候一连贯动作 把菜水倒下去 好 马上那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调味 首先要放一点松茸鲜 这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个上汤没有松茸鲜 怎么叫上汤呢 好 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很鲜 一丢丢盐 不要太多 有点底味就可以了 我要放一点糖 让它没那么苦 才下好的这个凉瓜青 把它放下去煮 现在非常简单又好喝 又下火 这种食谱在夏天 一定要多做多吃 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里面的姜片把它挑出来 我们等一下吃到的时候 嘴巴不好受 或者你喜欢吃姜的话 不挑也可以 或者切成姜丝 放下去煮也可以 把它烧开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我把刚才 泡好的枸杞放下去 让它有点颜色 万绿虫中一点红真好看 好 可以关火 出锅 出锅 这道菜一看起来就是冰凉舒服的 好 我来替大家尝一下 确实有点苦味 不过不要怕 夏天多吃苦 冬天你就不受苦了 好 我再来喝点汤 这个汤觉得是先苦后甜的 喝下去那个喉咙很舒服 好简单的 好 刘鸽 礼物 好 弄